我发现一名倒地的幸存者 我收集物资的时候我找到了除菜仪 我可以救他 他叫萨伦 想要罐头 可是我没有罐头呀 送他点什么呢 没有罐头也可以送点别的东西 子弹火药什么 只要是有用的物资都可以 那我送他一些火药吧 让他加入我们 我在一栋楼上也发现了一名幸存者 他叫花猫 他被僵尸困在楼上 我去帮助他 他想要一些碎石 他的子弹不多 我也送他一些火药吧 我劝你们最好不要送火药 前期我们的厂房生长缓慢 火药和弹壳这种物质 最好不要送 留在背包制作子弹 我过来的时候 看见一个巨大的网兜 在房子上晃动 我们最好先完成任务线 会给很多奖励 我已经放置好了传送门 任务奖励五张传送选手 这栋房子里 藏着一个拿走的僵尸 被卡在门上 幸好这只僵尸不会开门 要不然楼上的僵尸 肯定全部跑到街上来围攻我们 我的背包里没有传送门 我该怎么办 你露掉一个传送门 再放置一下就可以了 没想到这种传送门 很容易露掉 我还以为它很坚硬 不好挖掉呢 任务线提醒我们 用传送战则回家 我们回不回 我们收集的物质并不多 距离下一次思潮 还有六分钟 现在回去是不是有点早啊 对了 把背包里面的荣誉宝箱用掉 可以增加我们的勋章币 勋章币除了让我们复活 到了后期还可以买一些物质 我是错觉吗 只用荣誉宝箱后 我的经验也增加了 绝对不是错觉 经验者除了打僵尸增加 遇见了大怪物 身形巨大拿着钩子 它正在袭击我 好家伙 这么大一只僵尸 穿着鲜艳还挺洋气 地上有个大宝箱 快点强物资 手术慢了 只拿到一个金娘的胸甲 错失了荣誉宝箱 我拿到一只 伤害一千多的金娘98k 是刚才那只大怪物掉落的枪枝 我把胸甲送给你穿吧 技能胸甲可以增加血量 抵挡一些枪械的伤害 好家伙 楼上下来了好几只 举着罐头的僵尸 那不是罐头 它们扛着煤气罐 会爆炸的 又来了又来了 我要赶紧溜 扛煤气罐的僵尸 打出一片不一样的烟火 这点伤害你怕啥 这座城市的街道上 僵尸并不多 我遇见了拖着铁球的僵尸 它们看起来大呼呼的 距离思潮还有四分钟时间 抓紧时间收刮 我感觉僵尸的血量越来越厚了 我从楼顶跳下来 会不会改屁 有可能会 危险动作 小伙伴们千万不要模仿哦 我们的枪械伤害太低了 回到基地后 一定要想办法提升我们的战斗力 应付这些小僵尸还行 如果那种大块头 确实很难杀 这种拿着盾牌的僵尸 血量特别厚 击杀的时候最好远点四季 天终于亮了 这只大块头手中的网巨大 肯定能装下两个仙子 我很好奇 如果仙子被它抓住了 会不会一口把它撕成两半 僵尸围尘已经很可怕了 你就不要再讲鬼故事了 好家伙 我发现一个倒地的比例 这是谁的小伙伴 太高了 我不不找他 他是我的比例 被煤气罐僵尸炸个屁了 你们好像不能蓄力 救别人的小伙伴吧 我自己来救他 距离思潮只剩一分多钟了 我们回基地吧 我收集了一些舔柵蓝 回去把基地修补一下 有传送卷轴就是方便 瞬间就能回到基地 你来修补柵蓝 我军事周围 我去挖一些草块 在外面围上一圈墙 僵尸就无法靠近我们的基地了 不太好 不快阻挡了僵尸 同样也阻挡了我们的子弹 你这样弄一台草块 不会成为僵尸的电脚石 吃草来了 快回来吧 我给你留了一个门 我这只枪的伤害真高 穿透力也很强 唯一的缺点就是 子弹散传太慢 我手中的汤姆森还不错 僵尸集中的时候 火力也集中了 伤害不高 但颜色也很给力 不好 居然还有会飞的僵尸 他们像无头苍蝇一样乱撞 前面的僵尸清理得差不多了 可以喘口气了 大哥 别顾头不顾位啊 基地优异还有一群僵尸 他们想从赤面突围 我们的栅栏肩不可吹 除了会飞的 这些小僵尸进不来 用不着紧张 第二波守卫成功 这一次得心应手 突然不觉得思潮有多可怕了 你们不要忘记领空头物资哦 空头里面火药和蛋壳挺丰富的 还有生产加速芯片 我们可以在军械所 制作和升级我们的枪械 点开营地 在通讯录中 可以看见我们的小队成员 有律师公牌的小伙伴们 正在工厂工作 点击他的头像 可以查看小伙伴特质 方便我们派遣他们 去合适的工厂上班 我们也可以选择 没有工作牌的队员加入小队 他就会跟随我们作战 如果大家不喜欢某个性权子 也可以与他解析关系 点击跟随的队员 我们可以管理队员的背包 更换队员的枪械 为他添加食物子弹等 小师弟 你一直在掉血 你是不是被僵尸感染尸毒了 别提了 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被感染 要是再没有药的话 我就要隔屁了 抵御思潮前先使用抑制剂 可以避免我们被尸毒感染 感染尸毒后 只有苦思令药剂才能解毒 抓紧升级武器 我们去城镇寻找苦思令吧